下面问 我是位男居士46岁 生活无忧 家庭和睦 想将全部精力放在修行上 求往生 请问师父 我应选择什么样的环境 有利于成就 你这是很有福报 怎么办呢 可以学刘素云老师 你在家 钻听无量寿经 我们师父讲的净土大经科著 或者净土大经节 我们这协会也有光盘 你请一趟回去 我听说法会还专门有听经机 赠送给大家 那就比光盘的携带就更方便 你就在家听 一天听十个小时 听经也是修行 界定会一次完成 你听经的时候 不打妄想 诸恶莫作 这是界成就 心呢 定在这个经法 经教上 专注的听 这就是定 会呢 你听经听明白了 觉悟了 开悟了 这是智慧 所以听经本身也是在修 界定会 一天听十个小时 是修十个小时的界定会 刘素云老师就是这样成就 他得到念佛三昧了 所以环境的选择 只要你能够这么做到 就能够有十个小时听经念佛 这是最好的环境 不管在哪 不一定要到道场 在家里也可以 家里有这个条件 刘素云老师 他家里的条件 肯定是不如你的 我们听他的报告讲 他家里先生不信佛 春天跟他捣乱 他就修人事物 还给先生做饭 还得做鱼 先生爱吃鱼 得杀生 只好跟他边念佛边做 你看这个环境 不太利于修行 但是他依然能够成就 所以人只要有决心 有毅力 环境都是次要 这成功与否 取决于你自己